前面战斗正在白热化阶段 而我却趴在桥上呼呼大睡 我在等圈 如果圈刷走我再打人 没刷走我就不报了位置 OK 打 这里人死光了 他们被打倒了一个 最后一个站着的被我收下 然后有个不明真相的敌人 端着大波罗就是人兔兔 你吐空气呢 人都我死完了 火力真猛 从二楼拖到楼顶 这才叫做提前枪 差一点点把他击倒 我还在圈慢慢和他们号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耐心 有一个已经拉到了最左边 还有一个开车的竞点石头 我炸死你 你也准了一点 再来一颗 转盒在他身后爆炸 应该炸到了不少 再来一颗 他们还不知道我在桥顶 那就不客气啦 嘿嘿嘿 倒一个 另一个还是下面有险的舔包 干啥呢 铁上瘾了 铁半天不还是我的 nice 这个人的包两把武器都是最顶级的 也是最好的搭配 mg3加awm天作之合 但是这一局只剩下五个人 没必要拿awm呢 说不定是1打4 这种情况还是拿两把突击枪比较合适 刚进去他们就挡了起来 我一转头还发现一个伏地膜 nice 这样的话就不是一打4 我要吃鸡了这吧 nice 开车踢到厕所 里面没人 在这里面找找敌人的位置 让我瞧瞧这些小可爱 还存在什么计较gad的地方 买个烟雾蛋 何人炸我 是谁 给我出来 哎呀妈呀 又来一颗 走狗 车车走了 我后面还有一个 他不会把我车胎给卸了吧 我看到前面这个了 最后1打1 把车开进圈当掩体 他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没打我轮胎 还不载圈 我掐指一算 他在前面的墓厕所 他敢打我 我直接切坐下车 没人 哪人呢 去哪了 奇怪哦 我丢 还好我跑得快 这颗雷几乎是数很棒 我刚刚看到雷的鬼线 就在这个方向 来了来了 他想和我MG3打近战 我自量力 拿下 这百年枪法 一枪都没打到我 索然无畏机 再来一局 这局匹配三个路人 增加点游戏难度 嘿呦喂 居然遇到了粉丝 好像三个人都认识我 等一会儿再回他们 下去先说是敌人 这局好像这里没咬 那就和他们说一声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那里聊天 我也没注意他们聊些什么 就看到一句 问我是不是在录视频 我说录着呢 他们肯定是小商店士 你们有才艺不 这年头商店士 一定要有才艺才行 嘿嘿嘿嘿嘿 没有啊 没有也行 这局打得精彩一点 有可能商店士 嘿嘿嘿嘿 等了一会儿之后 其中一个小学生 就说他有才艺 然后就出现了 下面这一幕 嘿嘿嘿嘿 不错不错 我宣布 你俩可以上电视啦 小舞蹈跳得不错 走了走了 别跳了 小心被人家一枪给鞠了 这栋楼上有人 就一个脚步绳 一颗脸就能搞定 再见了小伙子 他还挺有想法 用盾把门给封住了 从这里跳上去 不好 不及还有一对 他肯定又是被一对包围 无奈之下把门封死 没关系 让我来替你教训他们 盈武蒙蔽了我的世界 他还让我把门给炸了 此地不宜久留 撞下来几乎是惊醒而出 你看我的粉丝就是一个教训 还有雷 还想跑过来扔 倒一个 一锈子给你按道题补掉 随后后面又猫出来一个人 击倒两名粉丝 臭小子 万头鞋 用本事冲我来 死了死了 还可以抢救 有间无险 还是满边 对面再有只猫猫虫 你在干嘛 大佬远趴着干嘛 你不知道一旦距离 巧就不显示了吗 这人蛮搞笑的 带两把步枪不太行 去铁一把剧 走了 快上车 又有个不怕死的开枪扫车 我还在打药 队友就冲过去送了一波 救不了你了 唉 应该就是这个人补的 拿着一把AWM 这波枪反应 有点飘 人体瞄边大师 准备撤离 这人已经不在安全区中心 把这个防区抢下来 咱们就赢了 山坡上有人 这个防区都不用抢 根本没人来 中一枪 两枪倒 有人替我们的防区 打他 好小子 身中树枪没倒 去把这几个人给安排掉 完美配合 这对人陆续跳七杀 只剩下最后一个在山顶 投降吧 你将没有希望 最后还没等我出手 队友就把他给拿下啦 使了个小鸡 好啦 我是唐心 下期视频见 拜拜